近日,兰州大学中华诗乐文化研究中心历史三年创作的声乐套曲《敦煌念勇》作品音乐会在甘肃兰州首演 该曲以现代作曲手法和表演方式,首次尝试用声乐演绎敦煌文献 敦煌念勇又称敦煌古迹二世勇,创作于唐代 是描写和反映敦煌名胜古迹和历史人物的一组五颜律师,共二十首 伴随着敦煌舞蹈的演绎和敦煌古乐的演奏 《莫高枯勇》、《白龙堆勇》、《三威山勇》等用声乐演绎的五颜律师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其魅力 兰州大学中华诗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贵珍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希望用音乐来对敦煌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让现代人在美妙音乐中更直观体会敦煌文化魅力 敦煌的这些静态的文献文本壁画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声音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是从研究古诗词歌曲古古诗词开始入手的 一路走到敦煌 发现藏进东有这么多的卷本都是最美好的歌词 我们把这些歌词诗和乐要结合 以声音的形式向世界人去了解我们的敦煌 刘贵珍表示在谱曲和编曲上 该研究团队将敦煌乐谱以解释版本中的音乐素材与当代作曲技法相结合 采用传统调试嫁接敦煌乐谱中偏音的方法 敦煌文化是东西方文明互建的捷径与典范 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在音乐上的体现最为明显 部分作品还使用中亚印度等地音乐元素 除了古琴古征等中国传统乐器外 还增加大提琴 钢琴等西洋乐器便于向世界展示敦煌文化 那么今天我们就想以多种方式去演绎 比如说钢琴伴奏的形式 很多人很排斥说中国古诗子几千年 为什么要用西洋的乐器来伴奏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个多元的世界 我们拿来就用 用钢琴伴奏有什么好处呢 它好便于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推荐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秉林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认为 此举是对敦煌文化传承弘扬的创新 该形式与传统的敦煌学研究 株连闭合 优势互补 就说我们有些东西不用去破译不出来的 用不着破译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现在这个歌曲 啥东西弘扬这个渠道能把它就展现出来 这是最大的 实际上找着了一个就是敦煌文化传承弘扬的渠道 据悉该研究中心计划将已完成的20首歌曲 以数字专机形式在互联网发布 提供免费视听和下载 为了让年轻人感受到敦煌文化的魅力 音乐也有机会融入到王者荣耀等游戏当中 音乐